大家好,我是Winnie 又來拍片 其實我上班有點多 所以沒空剪片、拍片 但現在終於有些時間 可以去一個兩天一夜的Staycation 也是一米慶祝的生日 順便出去玩玩 會先去一下看看有沒有紅葉看看 會去Monts Macedon看看 之後會去Dalesford 今晚會住在Herman's Ring 我訂了一間一直很想居住的酒店 到時就讓大家看看 一會兒我們再見 第一站先來到Monts Macedon 最有名的Honor of Avenue 因為拍這段影片是三月尾 所以你會看到這些樹還未變成黃色 或是紅色 但如果變成了就很漂亮了 但其實我過往來過的經驗 它整條路很漂亮的 但它變顏色的速度都不一樣 所以都很難看到它全部一起變色 大家如果有看到很漂亮 也可以拍給我看 之後就來到Monts Macedon 這個景點就是Membrough Cross 這裡也很適合大家來散散寶 看看風景 有時候如果散散風業 有時候都有難度 因為你看 有些有顏色 有些沒有顏色 不過我今天的旅程 其實也不是特意來看的 只是順便的 不過這兩棵樹都紅了超漂亮 即是變成紅葉的時候 真的很值得認識 其實楓葉起碼要到四月中五月才看到很漂亮 今天其實來放假 來逛逛 這裡走出來的風景都超漂亮 因為都很高 所以看來一望無際 尤其是天氣好的時候 這裡真的很舒服 快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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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說的Membrough Cross 其實就是這裡 有紀念碑 有十字架 大家可以來這裡看一看 然後就來到這個Hanging Walk 這裡是一個類似國家公園的地方 進來是需要付停車費的 普通車是十元 根據不同車型是收不同的價錢 那 當是入場費這樣 我想 進來是一個小的場館 有些事介紹 有些牌設 大家都可以進來參觀一下 然後才出發去行山 然後才出發去行山 去過這些教外地區 很多地方都會有些告示牌 說小心射 這樣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 我們現在先去山頂的 Walk Summit Walk 走一走 其實我 沒有想著它真的是爬山的景點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來 我以為想著是 像之前的景點一樣 走一走拍照 但原來這個Hanging Walk 是真的要行山的 但因為我今天來放假 穿了裙子 又穿高的鞋 這樣就不太方便了 如果大家想來的話 記得穿波鞋 穿一些輕便的服裝 用來行山的裝束 讓我先進去 馬場 馬場 一開始那段 都是斜路為主 之後會有很多這些石街 其實都挺高的 走到上來這邊的風景 真的挺漂亮的 看上去非常綠 其實上來也有很多條路 讓你走的 你可以走一些 側邊平滑的地方 也可以在中間鑽石頭走的 我兩邊都有走過 大家可以來自自己去玩一下 不過今天也挺多人 有些人可能會 有些活動 然後組團過來這裡走山 這樣 因為上面全部都是石頭 所以走著走著都會當塞路 幸好有些指示牌 但真的很小 我差點看不到 之後才看到這個Hanging Walk 原來我們反過來走 我們先走了頂 所以走著走著才看到這個Hanging Walk 原來這裡有一塊石頭卡在中間 就是Hanging Walk 所以叫Hanging Walk 所以如果在另一邊 就會有指示牌 上來告訴你 Hanging Walk 在哪裡 旁邊也有個瀑布 但因為沒有下雨 所以它就光了 看不到 我們現在離開了Mount Hanging Walk 向Dalesford進發之前 就來到這個瀑布 那裡 但原來 都不是特別漂亮 都沒什麼特別的 大家有時間的話可以來一下 如果沒有時間的話 都不需要特別來 因為都很遠 接著就真的來到Dalesford Dalesford是一個很漂亮的小鎮 也是一個度假性地 很多地方放假的時候 都會來這裡放假玩 這裡禮拜天 有個Sunday Market 因為現在已經很硬 兩點多了 不知道還有沒有東西開呢 我們現在就進去看看 究竟有什麼東西看 來吧 來吧 爸爸 你把我放在桌子裡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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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間藝術的畫廊 還有一個花園 還有一個咖啡 所以今天就來看一看這裡 先進一個大門 之後就會走一些小徑 才可以看到那個建築物 因為肚子餓 所以先坐下吃點東西 如果坐在外面就是一個花園 如果坐在裡面的話 也挺有特色的 因為它裡面也有放了一些畫 讓大家去欣賞 食物一般般 但我點了這個Crockett也不錯 我覺得挺好吃 走出來附近也有幾間餐廳 我本身也有想過去吃這間意大利餐廳 今晚的時候 但後來是預約了另一間法國餐廳 試一下 時間上了 繼續去附近走一下 先來到Thomas Logo 也是一個看風景的地方 今天天氣真的超美 天氣有點暈 之後就來到這個Lake Delft 以前是一些Hot Spring 有些地下泉水 有些溫泉 現在已經沒有了 但這個位置仍然是大家可以來郊遊 很美的一個公園 因為這裡也有些歷史的位置 所以這裡也有很多牌 大家如果想了解多一點 這裡的歷史 或者這裡以前的什麼 都可以去看一下牌 天氣好 水有清 然後可以看到倒影 真的超美 我真的蠻喜歡這個湖 很美 不過今天有點曬 但就是因為這樣拍出來的照片超美 你看看這邊 那個倒影超美 然後也有些人在這裡搶一下艇 真的非常放鬆 這個生活 現在先去附近 我們今晚就是 預約了這個 在Hurban Spring那裡的一個Villa 第一次去 因為之前在網上看到很多 在這一區也有很多很美的住宿 所以趁生日就來住一個Staycation 這邊有幾間 有間叫Hurban Escape 今天我住這間叫Hurban and Herban 這裡每一間都有一間獨立的房子 都是一房一廳 我們現在進去看看 進入住這裡 它是要先付錢的 先付錢確認之後 它其實今早早 已經發了那個PIN號碼給我 所以門口入閘的時候 就可以按密碼 之後車可以駕進來 然後門口拍卡 也都預先告訴我 放在什麼位置 就可以直接進來入住 都非常方便 我們現在就來個Room Tour 我都很期待這間房子 因為在網上看照片都蠻漂亮的 進來後 有個廚房仔 有個Bar 然後客廳 露台 有電視 亦都有暖爐 有冷氣機 其實它最吸引就是這個按摩浴池 這個Jukuzi 裡面也有一張大床 你看到它的廁所都是玻璃門 整個都是玻璃 所以你在浸浴的時候 可以看電視 不過唯一味道不足 就是它的電視 其實很小 它的音響很棒 它是整間房子都聽到 但因為它的電視機太小 所以其實也不太看得清楚 螢幕 有點不太明白它這個設計 其實這裡的廚房配套都非常之多 你去做多士 或者它也準備了很多零食 還有炮菊都有 挺有趣的 這裡的酒店也有提供了很多廁所用品 也有我準備肉鹽 因為要浸肉 所以它也挺好的 給你肉鹽 但其實我自己也有準備了泡泡肉 在Lush那裡買 所以可以兩個都試一下 其實我今次忘了戴拖鞋 但它有肉袍 又有拖鞋給你 都非常之不錯 因為價錢也不便宜 也要三百多元一晚 所以其實這樣的設備 都算是不錯 另外這裡是洗碗機 我記得如果你在這裡煮飯的話 記得煮飯也好 這些酒店也好 去庫廚房那些地方 其實都要自己去洗碗 然後放在洗碗機裡面洗 如果不是有機會 你把碗碟丟掉很骯髒 有機會它會收你錢 所以我都蠻喜歡這裡 覺得蠻滿意的 不錯不錯 我推薦給大家 在這裡也有個暖爐 你可以選擇要不要聲音 和要不要畫面 一個假的火爐 挺有趣的 然後在Herban Springs 出回來 去Delsford那裡 看到很多隻袋樹 在那裡跳一下跳一下 很多 這裡就是出回Delsford最中心的大街 周圍兩邊都有很多餐廳 店舖 都蠻漂亮 我覺得這個鎮都蠻漂亮 看見Delsford 這裡也有一間法國菜 看見網上評價都高 平常都很少吃 所以就打算來試試看 其實來看那個菜單 它只有entrée和amance 選擇都不是很多 本身是想吃法式的焗田螺 但很可惜 它只有炸的這一隻 跟我想像中有點不一樣 不過那個八爪魚是蠻好吃的 又擺盤的 都不錯的 但是牛扒有點失望 因為雖然說它也是澳洲的和牛 但是我又不覺得它的肉質 真的有這麼滑和有這麼肥 所以一般的 吃飽之後就回去休息了 就享受一下這一間的Villa 第二天 第二天 很方便 也一樣 它沒有人在 所以就直接把鍵卡 放進箱裡就可以了 第二天 走過來才發現 原來這裡還有一個製冰器 如果你們想喝東西 要拿冰的話 其實也可以來這裡 第二天 之後就離開了Hurban Spring 然後就離去Bala Wreck 先吃個Bunch 之後就會找回Milvan 這間的食物都不錯 好像也是有Fusion 來試一下 在這裡 兩天 在這裡 中國人 在這裡 當中 叫做 大小吃 在這裡 可以吃 這裡 這裡 在這裡 今天影片就到此為止 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和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追蹤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 因為有平時的生活資訊 或是在最近的影片跟大家分享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